今天介紹一下如何處理一隻人蠻魚的 那些魷魚買回來的時候 記得拔了裡面的一塊魚骨 當然有些店舖會幫你拔走 但是以前我就示範給大家怎麼做 拔了那塊魚骨之後 就把水沖一下裡面 因為裡面有些好像沙漠或者沙漠的東西 記得洗掉它 然後我們把下面的一塊魚骨切開 拔走一塊魚骨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要做一圈圈柔魚骨 當然上面的部分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以前我就要一部份是柔魚骨 所以就分開出來 另外遵順的部分就解開它 這個位置已經有難洗到 所以就繼續往上洗一洗 洗完之後就可以把魚骨皮剝開 把魚骨皮剝開 這塊魚皮有些人會留下來 但是這樣會更硬 因為它沒有口感 所以最好就是自己拔掉 那拔了這塊魚骨皮 之後我們就在柔魚上面那個形的位置 中間的柔柔的切開 讓柔魚身變成兩塊的樣子 切開兩塊之後我們就可以切花了 首先把油耳放平均 然後固定好之後就逐天幾毫米的切一刀 這樣就不用切斷它的 輕輕地切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轉成90度 切成一格格 最後把一塊魷魚切開 兩塊翅的位置都是同樣去處理 切花的好處就是讓瘦魚平均衣 因為一塊魷魚會有厚有薄 尤其是一些大塊魷魚 還有就是當魷魚一落水 寓意的時候 它會自動成為一格格 這樣出來的效果會好很多 腳的話我們就切開一段段 就這樣做 那至於把蝦魚擦到頭上 其實我們下半部分的蝦魚 就不要蝦魚的位置 主要就是要蝦魚嘴的位置 蝦魚嘴的位置 有一個好像蝦魚的屁股 屁股的屁股 一塊掘斷的屁股 跟著我來了 拜拜